春天必吃的 15道 家常美食 最后一道好吃到剁脚 第一道 谁能想到 把菠菜烫一烫 出锅的瞬间就是大人孩子爱吃的一道美食 今天这个做法既好看又好吃 也无需你有任何的厨艺 菠菜切成段 水中放入盐和少许的食用油 下入菠菜超烫 我每天都在用心浇做美食 一直都没能得到您的小红心 上个视频实在太惨了 今天这个视频你就点个免费的小红心知识一下吧 非常感谢 捞出放到凉水中过凉 再用左手挤干水分 碗中加生抽 蚝油提鲜 盐和鸡精 少量白糖 一勺淀粉 半碗清水 给它搅拌均匀备用 另起锅放入蒜末炒香 把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 熬至起泡至粘稠 淋在菠菜上就可以吃了 这样做的菠菜鲜香下饭又好吃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二道 把大白菜放进锅里蒸一蒸 出锅的瞬间您将得到一份美食 首先准备一个刚成熟的白菜 白菜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学会这个做法还没上桌就被抢光了 锅中水开 放入大白菜烫的一分钟 捞出放入冷水过凉 然后沥干水分备用 有些人喜欢安静的看视频 但是他会点赞 果然是低调有内涵的你 肉末中放姜末 葱花 加盐 鸡精 胡椒粉 打入一个刚刚下的鸡蛋 加一勺淀粉 再一起搅拌上劲 把调好的肉馅放在白菜叶上 用你白嫩的双手把肉馅卷起来 像我视频中的样子就可以了 摆入盘中 放入蒸锅 水开上汽蒸上八分钟 蒸好的汤汁不要浪费 直接倒入锅中 加入小半碗水 放盐鸡精调味 用水淀粉勾个薄芡 撒上红椒粒和葱花 开大火把芡汁煮至粘稠 再把芡汁浇在蒸好的白菜上 这道白菜酿肉就做好了 每天宅家不知道吃什么 可以关注我阿红 让您做菜不烦吗 非常感谢 第三道 很多人花甲买回家 直接下锅就炒 那你就大错了 今天教你们一个诀窍 做出来的花甲鲜嫩好吃 看一遍 就能学会 花甲里加一勺盐和食用油 浸泡 一个小时 这一步可以有效地帮助 花甲吐出体内的沙子 锅烧空气 倒入花甲 一勺料酒 取香增心 盖上盖子焖煮至开口 我每天都在认真的叫做家常菜 您就给个关注吧 下次想吃不会做随时 找得到我 非常感谢 这样煮过的花甲鲜嫩不老 这个煮花甲的原汤 比较鲜留着备用 锅中油热放葱姜蒜 小米辣炒香 倒入煮花甲的原汤 加盐鸡精白糖 一勺生抽 少许蚝油 炒出它的香味 再淋入适量的水淀粉勾芡 把汤汁收至浓稠 倒入花甲 加葱段香菜 翻炒几下即可出锅 这样做到花甲鲜嫩入味 特别好吃 喜欢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第四道 辣椒炒肉 到底是先炒辣椒 还是先炒肉 这个步骤很多人还不解 今天我就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辣椒炒肉首选梅花肉 因为它有肥又有瘦 瘦肉里面夹杂的肥肉 这个部位的肉是最好吃的 切成薄片后加生抽 老抽 蚝油 抓匀腌制十分钟 锅部放油 下入辣椒 加一小勺盐 一边炒一边压 压出辣椒的香味 再盛出来备用 另起锅把肥肉先炒出多余的油脂 再下腌好的瘦肉 拍算豆豉小米辣炒香 我每天都会分享好吃的家常菜 平时不知吃什么的时候 留个关注吧 煮页几百道家常菜 总有一道你喜欢的 再下入辣椒 加生抽 鸡精 开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又香又好吃 简直就是下饭界的扛把子 第五道 做红烧排骨 有的人喜欢直接下锅焯水 量做出来又柴又硬 而且酒顿不烂 今天这个做法你可要看好了 剁好的排骨 放一勺盐和面粉 这样能很好的吸附出里面的粘液和脏东西 还能软化排骨的肉质 再用清水清洗几遍就很干净了 控干水分后直接下锅 煸炒出里面的压油 然后放葱姜八角和干辣椒 一小把冰糖 一定要开小火把冰糖炒化 红烧排骨的颜色才能红亮 再加一瓶啤酒软化肉质 一碗清水没过排骨 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调色 再放点老公爱吃的小鸡蛋 扣上盖子 开小火炖上七七四十九分钟 最后放少许盐 开大火翻炒均匀收浓汤汁 有条件的撒点葱花增香即可 色香味俱全 软烂脱骨 学会的赶紧做起来吧 第六道 要看好了 这是网上很火的咸鸦蛋豆腐汤的做法 锅中放入三个咸鸦蛋 然后用锅铲慢慢捣碎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菜 喜欢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翻炒出香味后加入滚烫的开水 再放入嫩豆腐 火腿片 白菜叶 稍微放胡椒粉 再来半勺香油 撒上葱花枸杞即可出锅 汤鲜味没好喝又营养 赶快做给家人尝尝吧 第七道 作为广东人的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菜 史之蒸粉肠 史香浓郁 特别好吃 处理干净的粉肠打上花刀 水开后给它超15秒左右就可以捞出了 碗里放入姜葱蒜 豆豉和红椒 用肉油去发出香味 再加点白糖 生抽 蚝油和一勺淀粉 我每天都在认真教做菜 您就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胃做还能找到我 非常感谢 搅匀淋在粉肠上 水开后大火炸了三到五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你也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第八道 谁能想到 这普通的鸡蛋居然能在餐厅做成了招牌菜 而且还捉捉弊点 接下来十秒交费您 记得点赞收藏 鸡蛋冷水下锅 放一勺盐 这样能更轻松地包起外壳 煮个十分钟左右 捞出来 雇一下凉水 您看这样蛋壳是不是很轻松挡住豁掉了 然后在表面打上花刀 可以更方便入味 油热下鸡蛋 开小火慢慢的煎 煎至表面金黄 成粉皮状 放姜和葱 八角 干辣椒 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半勺蚝油 一勺盐 一勺冰糖 倒入半瓶昨夜喝剩的啤酒 小火煮十分钟 然后在大火收汁寄个出锅 每天宅在家不知道吃啥 可以关注我阿红 让您做菜没烦恼 非常感谢